嘟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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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嘞嘞嘞嘞嘞嘞嘞 嘟嘟嘟 嘟嘟嘟 笑言之言 今天邀請這些明星老爸們來聊聊 他們是不是及格爸爸 但是 嘿嘿 這些明星奶爸們 有人將成為大家的目標 特別企劃 絕對讓他永生難忘哦 來吧 怎麼啦 人家現在是廖育群 他叫做Dr.Q獎 對 有的時候繼續表演 對... 表演給一些老先生啊 好 來 好 這樣可以 吃東西 有獎賞 好乖喔 獎賞Q獎 好 今天Q獎表演 吃東西給四位爸爸媽媽 好 歡迎 好乖喔 好乖的小孩 一年一度的8月8號快到了 謝謝... 聽人家聽講喔 我們節目比較多來談媽媽 真的 椅子也是為媽媽準備 真的 對 做的都會再懷孕 可是如果我抗議 為什麼把我 跟我三個司機安排在一起幹什麼 其實是主要經驗 我跟你講 主要呢 就是因為他們都當了爸爸 而且你呢 是年紀最大又當爸爸 對... 剛剛有一個司機要講什麼 你要講什麼 沒有 我們其實是三位司機 要來兩位我們的老闆 不是 我是覺得 因為算起來 NONO今年做爸爸 對不對 對不對 三年前 三年前 我比較久 我五年了 他已經有兩個了 對不對 所以這三位都比你厲害啊 對 沒有...我是有層次的不同階段 對 對 你是很早就當爸爸 對 但是厲害的是 到了 幾歲又在 50歲又當一次爸爸 現在的老婆肚子裡面 有一個五個月了 好厲害喔 到70歲還在生就對了 而且我老婆說她還要生 對 所以我冷汗直流 好 所以呢 我們通常都在講 這樣的媽媽對不對 媽媽與誰是抱怨 但是我們今天來談談爸爸 這樣的爸爸對不對 好 爸爸很辛苦啦 對 這件主題是爸爸甘苦談嘛 對不對 對 爸爸甘苦談 而且我們也請爸爸呢 在爸爸節這一天呢 通常都是小孩念信給爸爸 是 感謝爸爸 但是我覺得爸爸其實也有一些話 要說 好 對不對 你們要寫封信寫給你的兒子 是不是 對 那當然呢 今天做這一集 為什麼要找許孝順呢 因為啊 他不小心把小孩的手給夾啦 這是一大新聞啊 對啊 所以呢 我是要糟糕天下所有的人 在這種情形之下 要怎麼做 對不對 是不是 是 對... 我由此可以想到 很多小孩在暑假 會去看外公外婆啊 爺爺奶奶啊 去鄉下去過一種不同的暑期生活 對 但是呢 其實鄉下有很多東西 那小男孩啊 就很喜歡搞點墊的啦 對 手放進去 從來沒有放過的地方啦 對不對 是 其實說到這件事情真的是 當時呢 我聽到尖叫睡 連續的尖叫 將近有30秒鐘 因為我在大門口講電話 然後呢 後院呢 有那個岳母 阿姨還有爸爸 他們三個人因為有的在採收 有的在整理 那媽媽呢 就把他放在那個檳榔機裡面 那小孩在前面玩 那呢 在事發之前呢 差不多十來分鐘 我曾經到後面去 有說 那個很危險喔 我還特別跟他講 然後呢 看他們在玩得很開心 也就沒有在意 我想說 有這麼多大人在這邊 對 我太太呢在房間裡面 我在前院 突然間尖叫 這麼大聲 30秒 破紀錄耶 我想說 我想說這什麼事情啊 我從前院開始往後院奔 然後去到那裡 我看到我兒子 手插在那裡 記心裡面 Oh my God 然後呢 我岳父就很很大聲 因為客家人 在罵那個岳母跟罵阿姨 我都聽不懂她在罵什麼 就很大聲 然後我老婆衝出來 因為老婆她做懷孕 一個月左右 就在發抖 就這樣發抖 還好我說我在警察學校受訓過 還好 冷靜 浴室冷靜 我當時就 我就說 好 大家先不要緊張 先穩下來 先穩下來 因為呢 尖叫會讓受傷者 如果有流血的話 會更緊張 血液流得更快 所以旁邊的人要處理事情 全部都要盪下來 然後先叫岳母去打電話 然後呢 請岳父抱住我老婆 你們不要再看了 因為那畫面其實很很恐怖 請他到房間裡面去 請天阿彌陀佛 然後我抱著我兒子 然後我請阿姨 你趕快去拿那個枕頭墊子 讓他墊在肚子上面 最重要當中 是我岳母 這個動作是非常重要 他很快的 因為現在聽說他們已經 開始在研發斷電 就是 一有東西夾住 就先斷電 就先斷電 為了這些事情 他們現在研發這個東西 YES 然後呢 岳母在通... 最快的時間 因為岳母是說她回頭 拿東西要轉過來 許甘丹已經跑過去 手插進去 對 小孩發生意外 都是一轉頭型 對 就是這樣 爸爸在這邊 對 不是 就是把小孩跟那些危險的東西 全部隔離 絕對要隔離 因為小孩子就是會去插頭拔一拔 這什麼東西 電風扇 手生氣 對...很奇怪的小孩 像楊麗英的手指頭這邊就開叉 他就是小時候他說 那個腳踏車一轉有沒有 那個鋼絲就不見了 他說鋼絲不見了 我伸進去 鋼絲還在 對 所以這個要小心 所以小孩好奇心真的很恐怖喔 對不對 對 尤其是他開始會跑會動的時候 你根本控制不了他 結果後來是整個機器全部拆掉 手才出來 他的手掌小 手指頭小 那中間他等於就是 兩邊有兩隻滾輪在滾 上面還有一個大的旋轉的在滾 那如果現在插頭沒有很快拔掉 那個手就會變摘住 所以這種危險是 就是常常在 隨時存在 隨時存在 對不對 還有絞肉機也是有 對 還有 比如暑期有很多學生去打工啦 其實這個都要非常注意 那天有個牆倒下來 對啊 狀態也都掛了 對 所以這種意外是很危險的 做爸爸的真是不容易啊 那天嚇壞了 嚇壞了… 老天爺幫忙 因為我要說他們很特別 特別的地方 比如說馬國畢這個 現在其實並不能每天跟孩子在一起 那你就是一個月幾次對不對 大概兩三趟回去看小朋友 看小朋友 對 但是有時候就是 其實像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想說 因為我回去看小孩 其實老婆都是 那你有時間就回來看 有一次我就說 那我可以回去看小朋友嗎 他說你下禮拜再回來看好了 我說好 我都 我覺得就是說 他怎麼說我怎麼做 然後後來我就隔了一個禮拜 回去的時候 我女兒就跟我說 爸爸你看我的腳 然後他的腳就有一片是那個 傷口是剛撞屁 然後剛掉下來的 傷口這樣子 然後小湯圓跟我講這個話的時候 然後就是我前妻啊 然後我岳母 大家都笑得很開心 我才... 我在心裡面偶爾就想說 原來他叫我下個禮拜再回去 因為那個傷口還沒好 他就跟我講說 爸爸你看我的腳 那個阿婆開門夾到了 有血 好痛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小湯圓就是在 好像在 對 在... 在倒 在告狀 對 告狀給我聽這樣 那我會覺得說其實 他們已經很辛苦 小朋友 哪一個小朋友成長過程 沒有跌跌撞狀 對... 但是真的就是不能就是 真的 離開視線 像我記得小湯圓剛的時候 剛開始會學走路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客廳跟廚房中間 有一個樓梯 然後呢 外婆 阿婆在那個廚房 然後小湯圓就往那邊走 我們想說 他過去廚房找阿婆了 我們也覺得沒什麼 那阿婆也覺得說 反正那個小湯圓應該在客廳 可是隔沒多久 我們就聽到一個 也是一個那種很開心的叫聲 就... 然後我們想說 這個聲音不是在廚房 阿婆也覺得說 這個聲音不是在客廳 全部人就跑到那個樓梯 然後看到他已經站在那個 中間那個甲板 很開心在那邊叫這樣子 全部人也是嚇傻 然後但是就是 也不敢就是再去叫 然後趕快衝出去把他抱下來 那也是真的是... 小湯圓女生也這麼疲喔 對 然後後來有一次我又回去的時候 他就走那個樓梯他就會怕了 因為有一次聽說 他讓阿姨把那個書包 把那個包包放在那個樓梯 他上去的時候 不小心抓到那個包包 就從三四階的地方摔下來 摔下來之後 他就不太敢走樓梯 其實沒有離開視線也會出事 因為我孩子都用岳母帶嘛 他就會抱著 比如說泡牛奶怎樣 他都抱著啊 結果人家是頭過 心中過嘛 他是過那個門的時候 他人過了 然後小孩撞到我們 對 那你的視線是不應該離開你岳母 對 就有時候你視線沒有離開小孩 小孩也會出事 對啊 人過了然後小孩頭撞到門 他自己過那個門 就小孩的頭在棒 會不會坐電梯 大家都上去 坐電梯是我老婆 到底發生什麼天秤的事情 讓黃鐙輝超激動呢 貼心陪產 最榮之意不再有 我兩次我都有進產房去陪產 當我第一個生第一個 黃太后的時候 我整個關注都是在關注孩子 到第二個生黃上豪的時候 我一生出來 我從…我沒有看黃上豪扮演 我還是看護士 還在護士 我已經看完了 我從那家醫院啊 自己過那個門 就小孩的頭在棒 會不會坐電梯 大家都上去 坐電梯是我老婆 我老婆電梯按了 然後人 忘記拿那個手機的進去拿 然後小朋友被電梯載走了 這很危險耶 很危險 對 所以我們家都出這種很危險 真的 等一下 這個說起來 好像都在怪岳母還有老婆 問題是 爸爸不在家 對 你怎麼不跟他一起進電梯 工作… 對 說爸爸年輕帶小孩子 可是爸爸年輕啊 其實愛玩心中對不對 你現在比較好一點吧 現在會覺得 跟孩子的關係要很好 然後我們會很細心的 看到他整個過程 那以前我在我那個時間段 也太忙了 自己也在尋找更多的機會 所以啊 投胎 不要投到那個 爸爸太年輕的家裡對不對 我覺得三十幾歲當爸爸 其實滿剛好的對不對 你現在三十幾歲嗎 沒有 我覺得 四十二歲 四十三歲 對 其實四十歲差不多啦 OK 比較成熟一點 對 你那時候 剛當爸爸是幾歲 是三十三 三十三歲 你那時候也三十三啊 對啊 你是三十三 也比較晚一點 還那麼… 但是因為我二十八歲才進 那時候剛好是最紅的 不是 剛好事業 對 很衝的時候啦 那時候太忙了 對 是 事業剛衝 對 所以這個 五十歲在生小孩的時候 那個小孩生出來跟四十二歲 跟你...你第一個生幾歲 我二十九就生了耶 二十九歲就像小孩一樣 所以他 而且他老婆馬上就生第二個 我想生第二個的時候 你根本沒感覺 沒有 我第一個跟第二個 真的嗎 我兩次我都有進產房去陪產 但我第一個生第一個皇太后的時候 孩子一生出來 我很緊張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 我整個關注都是在關注孩子 我一直看他長怎樣 然後有沒有很可愛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沒有長好的 我也很擔心這個 但是我到第二個生皇上好的時候 我一生出來 我沒有看皇上好扮演 我是先去看我老婆有沒有怎樣 還是看護士 護士 護士 我從家的嗎 我從那家醫院啊 護士的是我們私底下在說 然後 我就知道其實老婆很辛苦 我是先看老婆有沒有怎樣 我才去看我兒子 對 很好 好有感覺 其實我生第一個的時候 就一直看著老婆 那你在生甘丹的時候 是 那一定該掉淚了吧 對 我很感動 我跟甘丹的感情 我會覺得說 我今天如果沒有把他交好 就是會完全是我的責任 所以從他很小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 不管他聽得懂 我聽不懂 我就告訴他很多大道理 會不會講太早了 我覺得也不會喔 他是 他有在聽 早一點講好啦 會 會 會 就是你會聽的 早一點 聽到你 聽到你慣了 聽到你慣了 對 你也慣了 NONO 當你女兒嘛 生出來那一下那 你是什麼感覺 因為也42歲了 對 就... 因為我也是有 我進產房賠產嘛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因為老婆一開始打點滴 然後就感覺她在生甘的過程 因為我們有看時間 就我們看早上9點 所以是第一刀 然後就是我們副展科一直針對我們 她就說我就第一個幫你 對 然後她說 現在9點即時到 然後就開始剖腹這樣子 然後因為第一次 對 不知道 然後一切都是 在不明的狀況下進行 然後醫生就會教 然後就跟她 然後那個護理長就跟我太太 跟海君說 海君放輕鬆喔 OK喔 對 妹妹等一下就馬上震出來 然後就一直聽到大家 然後就聽到醫生在那邊 你這邊一點 那邊一點 OK了 OK 然後就突然聽到說 妹妹 耳朵好大 我想說她看到了耶 我看到我女兒 她說耳朵好大 我就想說結果過了 她講完差不多兩秒 就聽到我女兒就叫護身 就好大聲喔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跟我老婆 因為老婆那時候就有點溫溫 我說那護士就趕快 就叫我來看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幫她拍照 整理 然後就說左邊舞姿 右邊舞姿 左腳舞姿 這麼快就 舞姿 真的嗎 對啊 然後我連贏了三拳 我女兒喝了杯 不是 她就那種感覺就是 因為她在數的時候 其實已經眼眷犯淚 所以也沒有在數 只是一直聽她在講而已 就已經聽她們在講 那時候頭也昏昏在那裡 對 這是我的小孩 對 這是我女兒 然後第一次見面 很想跟她說 嗨 你好 我是你爸爸這樣子 對 妳有剪 剪期待嗎 我沒有剪期待 我們都剪了 而且我第一次剪的時候 就是還沒有把它剪斷 就是剪第一刀下去 還有一點點 對 就是那個血 然後一流出來 然後就 對 會把剪刀收起來 怕她會痛對不對 對 會被剪到醫生的手 那你也有剪嗎 我也有剪 那個感覺這個很奇怪的 因為它是肉 就是小孩 一條腸子 小孩跟媽媽的連結 為什麼醫生都要讓你們剪呢 因為她這樣才知道說 你跟她的關係 然後去疼惜老婆 她有很多的愛在裡面 對 在很久以前 產房男人也不進去 對 對不對 然後也不... 就生完了以後 就告訴你一下 對不對 其實看到老婆生產 跟小孩生下來這樣剪 其實是有不同意義在裡面 真的... 你會更愛老婆 然後你會覺得說 生命是這麼奧妙的 然後她... 那我... 我是還有等了差不多五分鐘 因為我們看時間嘛 看11點正 然後呢 但因為呢 她10點55分 就已經把傷口開好了 對 然後她就等在那邊喔 然後我也看她在看我 大家都在等她 停格嗎 停格... 好 59分30秒 開始動作 1 2 3 11點 對 真的很準 剛剛出來會鬥死嘛 咕咕 喂... 怎麼那生鳥啊 她是男友帶了一隻鳥是不是 真的喔 真的 髮喜充滿 很開心 都掉眼淚的... 對 這一趟還是要進去 這一趟還是要進去 一定要進去 這一趟是女兒 女兒 最近一直割著肚皮 因為是有感覺的 就是說 媽媽的肚皮的振動 羊水的振動 會讓孩子知道說 這個音頻是爸爸的 還是媽媽的 所以現在一直在跟他講話 其實小朋友 他有幾種情緒嘛 就比如說他在裡面 打嗝或是翻身什麼那些 有一些胎動的那種 你現在會拍嗝了嗎 我很會拍嗝 真的嗎 對 是拍護士的嗎 沒有... 護士都拍前面 不是啦... 不是啦 我現在很會拍 因為我... 我就是我從老婆產檢 到最後他生 然後在月子中心 我幾乎都陪伴他在他身邊 所以整個就是媽媽上了課什麼東西 如果我沒有上課的話 我也會去學 所以就是小朋友拍嗝我還滿有一套的 就是大概知道 就是在這個地方 也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 你看 你那是要去教 馬上就來 就問我們在哪裡生 生太高 對 就是我覺得 其實拍嗝是跟小孩互動 你可以了解他的生理狀態 對... 然後他就 他已經習慣你一種方式 就是我會把他 就坐在大腿這樣子 然後我手握著他的下巴這樣子 然後我這樣手空起來 這樣慢慢拍 拍到最後就是 就是他們 有時候我太太她拍很久 或是我怨母媽媽拍很久 她都不可 我說我來 我一抱過來一坐上去 這個姿勢一喬好之後都 很大一聲 對 對 很安全的在你的身上 對... 其實我要說 其實媽媽都比較 不能說媽媽都比較辛苦 但有的媽媽當然都比 因為爸爸要出去上班 所以媽媽都帶小孩 就是媽媽叫立規矩 然後爸爸呢 就專門有的時候來破壞規矩 從小孩啦 對不對 要沒有 我是那個 會偷偷給小孩吃點 怎麼不該吃的 給吃冰淇 巧克力 巧克力 然後而且吃了之後 忘記幫他擦嘴巴 就被老婆發現說 你給他吃什麼 我說哪有 哪有 還說沒有 嘴巴上面都巧克力還沒有 對不起 也沒有... 小朋友... 其實我也喜歡看到小孩子 有那種非常 shock的表情 所以我偶爾會把兒子叫過來 來 喝一口 可樂 因為可樂喝了會有那個 然後他就... 他太... 你這個什麼心態啊 所以他現在看到一瓶紅色的就 臉都皺上 我說這些新爸們啊 虧你們還能開玩笑 特別企劃開始後 請記得現在的笑容盒 請記得 請記得 為了我們年紀的相差五十歲 有朝一日 老爸先行禮去的時候 媽媽及弟妹們 就交由你來照顧 生命的路途上 我會與你慢慢的溝通 然後教學相長 以愛為處 以利為助 讓我們一起稱高這個家 順哥 大家聽了都很感動 但是要聽他在睡覺 謝謝 孝順 用毛筆字 你們都有寫信給孩子嘛 但是我想孝順這封信真的 寫得非常的... 一個字非常漂亮 順哥 對 因為這個是他的才華 所以他太厲害了 真的要釀給他的地方 真的 真的 站在那邊唸喔 對... 站在那邊唸喔 真的喔 我們這個只有以前比如說 就是那種接聖職 對不對 感覺像你... 回家的時候 你要叫你女兒來精神 現金一高 好 許爸爸寫給他的兒子五十歲 才生的孩子 好 甘丹無兒如物 非常開心 今生可以有如此的緣分 與你成為父子關係 因為老爸是個老人 而且是個怪人 所以家裡放了很多呢 又老又怪的東西 佔據了家中大部分的空間 請你見諒 也請你媽媽多多忍耐及擔待 老爸從小也不是那種 那麼愛念書的人 所以今生不會強迫你 要讀多少書 才算是有成就 只要你健康快樂 不要成為社會的負擔就好了 再過不久 你就要變成哥哥了 可能呢 不能再吃飯賴皮 刷牙賴皮 看電視或看手機賴皮 要當為一個呢 兄長的典範 肩負起哥哥的重擔 更因為呢 我們年紀相差五十歲 有朝一日 老爸先行離去的時候 媽媽及弟妹們 就交由你來照顧 在此呢 至上深深的敬意及謝意 一切麻煩了 此時此刻你年紀尚小 生之路 我會與你 就是在生命的路途上 我會與你慢慢的溝通 然後教學相長 以愛為處 以利為助 讓我們一起稱高這個家共勉之 好有一點才華的爸爸 順哥 真的 大家聽了都很感動 但是要聽到在睡覺 是... 不是 你這個 你知道你給擔心很多的責任 對啊 你這好像是寫給 對啊 是不是 但我是說 也許有一天我走了這張 也會變得比較有價錢 再拿去換錢給他 現在準備孩子未來的朝鮮 你寫那個 我們用這個 我是不是這裡哪裡有垃圾 你還有這個咧 對啊 我們要給女兒 對 簡單的講一下說 沒有...寫這個 因為每個人的生命的模式不一樣 OK... 我怎麼會勉強你呢 對 也對啦 因為我們財... 這個要收好... 對不對 加書一封 加書一封 加書底萬金 好 請 來 請坐... 請坐... 好 好 第一次要跟女兒講話 這樣我女兒 女兒現在聽不懂 對 就是那個 給親愛的寶貝女兒 我女兒叫瑩瑩 對 瑩瑩喔 對 都沒有在做事嗎 都在上班喔 這麼好嗎 我跟農妹啦 農妹 對... 好 寶貝 你是爹地這輩子 最深愛的性感寶貝 爹地會用我最大的力量和愛 給你最好的生活 更希望你平安長大 長大能像你媽咪一樣的漂亮 愛你的爸爸 對 好 那個... 因為我覺得很多話放在心裡面 有時候現場講 會自己覺得有點尷尬 我有錄一段特別的VCR 我想用VCR來呈現我這一段 好 我們來看看 新逢千年老妖華丹 許少盛生日 我們不講他的年紀啦 你的生日 我希望你的 痛風不見了 有更堅強的體力 更厲害的 笑掉共性的群台灣的觀眾 全世界的觀眾 加油 想當年跟順哥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 跟他去見石頭 不知道為什麼 他眼光總是很特別 找到一些很特別的石頭 又很難搬又重 然後呢 我們就負責要 把他看中的時候搬到車上去 尤其是順哥搬家的時候 搬家公司都不接這個case 之後我們這幾個兄弟 又去幫忙搬了 不過回家起來是非常的... 充滿了記憶 所以在這邊 要謝謝順哥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這麼照顧我們 祝順哥永遠的... 永遠的健康快樂 CD 順哥 祝你生日快樂喔 那在這裡呢 祝你身體健康 然後 我記得呢 你曾經跟我說過 我未來的真命天子 像個土地公 如果真的成了 以後的初二十六 我一定呢 都請你吃飯 恭喜 生日快樂 好 好 老實講 前半段的節目是假在做 真的嗎 今天的節目現在才開始真的在做 是 都是為了你 沒錯 享受生日 可以 這些人跟我們密龍很久 真的嗎 就是說要想個題目讓你來 你也不會發覺 而且認真的給感動 但是這封信也很有意義 不過說真的 等一下... 等一下 還有人沒有到 還有人 還有很多 我想很久耶 來 所有人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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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 爸爸有話好 我會有話給你說 簡單 來 戒指 聖指道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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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 怎麼會這麼特別呢 怎麼會這麼特別呢 來… 我怎麼會受得了呢 好 來… 好 來 是的 厲害了吧 對 沒想到了嗎 這NO哥啊 NO哥進行安排的 NO哥進行安排的 好 祝你… 好… 可以… 可以嗎 就這個Key… 好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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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教學 天天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好 好 請個月 三個月快樂 第一個 真的非常感謝 演藝圈有這麼多的長輩 小燕姐是很重要的一個人 當年說我臉四方形的 讓全台灣的人都知道有一個 四方臉的小孩在演藝圈 然後這一路走來 雖然跌跌撞撞 經過了很多的辛苦 但是這一切 如果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 如果沒有我 就沒有他們 對 所以這個精神要交棒下去 這是我們的責任 謝謝小燕姐 謝謝 來... 謝謝小燕姐 第二個祝福所有演藝圈 今天都在這邊 大家都看得到 都感受得到每一位朋友 大家都身體健康 謝謝 好 第三個願望 放在心裡面 是講家裡的事情 好 來 聰明 子弟弟們真情流露 讓許孝順就甘心 謝謝你在18年前的慧眼是英雄 讓我跟在你身邊 我從北京回到台北 然後在演藝圈 然後都被人家削 我不得志 你又在旁邊給我加油鼓勵打氣 真的非常謝謝你 一日為師 終生為父 爸 恭喜你多了一個兒子 我希望你百年以後 不要忘記我那一份 真心 真心啊 好 每個人要送禮物 來 還有禮物 有沒有… 還有禮物 對… 好…來… 還有人 平安順利 平安順利 祥燕姐 送妳的 你喜歡石頭 我給妳一個 充電器 是石頭 充電器 真的 今天說家裡的石頭 都要被搬光嘛 對不對 對 那你充電的時候就會想到石頭 真的 謝謝小燕姐 對… 收到… 收到… 好不好 我會繼續努力 老婆的禮物咧 老婆的禮物 在這裡 老婆的禮物是什麼 對 真的嗎 真的 還是你要自己猜 真的 有 怎麼了 真的 那不會是你把它買下來了 我的媽呀 什麼 什麼東西 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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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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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什麼故事… 看一下 其實這一塊石頭 是我想了很久 一直不知道 因為 要不要買是不是 因為要不要… 要不要買 因為… 因為是用順哥的錢 所以這樣 這故事嗎 來 打開來看… 是 然後呢 我又想說它又很… 要用拆的 要用拆的 然後我整個拆下來好了 因為它綁得很緊 我剛剛一摸那個重量我就知道 真的 我本來想說我要用我的錢去買 是 然後又發現自己的錢不夠 然後 老婆買給你的生日禮物 這是什麼難保 台灣難保 台灣難保 這我們台灣難保的一塊那個龍蹄 對 非常漂亮 而且它透光 你看 它多麼漂亮 真的耶 請見教 五百萬 對… 老婆的愛 不叫… 不叫… 真的嗎 下來 謝謝… 真想到我們家女兒也來參與的 這件事 真的謝謝… 真的謝謝小姐 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句話要說給你 真的嗎 對 就是因為順哥在演藝圈就是 你們的長輩 對 而且他很喜歡栽培新人 只要當過順哥的司機 然後當他助理就會變成藝人 當然 中間或許有一些失敗的案例 好錯… 沒有啦 因為就是不會出道了 對 現在現場都是成功的案例 對… 然後每個人都有 我都請他們寫一張卡片 要給順哥這樣子 對… 謝謝 來 謝謝 大師兄嗎 大師兄姊姊 大師兄姊姊 你現在是寫給女兒的另一封去 有… 女兒的另一封 我有寫一張 對 有…有寫一張 你會寫說我將來跟你老婆一樣漂亮 不可能 好 好 這個今天藉著小燕姐的節目 要來感謝我的師父順哥 謝謝你在18年前的慧眼是英雄 讓我跟在你身邊 一路從司機 助理到藝人 亦是亦有的關係 讓我一路成長到現在 那個我從單身 戀愛 結婚到為人父 這一切你都看在眼裡 對 記得幾年前 你的人生遇到最大的挫折 身為徒弟的卻幫不上忙 但我知道你一向不喜歡麻煩別人 但是我們都點滴在心頭 還好老天有眼 還你共到 如今你再創人生的另一個高峰 真的替你非常開心 最後祝福順哥 生日快樂 家庭和樂 平安喜樂 謝謝… 來 攝司兄 會寫嗎 有…我寫… 我寫比較長一點 沒關係 好 我知道 好好練 好好練 我想在那順哥旁邊 好 親愛的順哥 你好啊 我蘭爾民國84年7月31號 進演藝圈 一開始當幕後工作人員 有幾次的機緣巧合 可以一起演短劇 你就開始收我為徒 讓我這個慢慢走向幕前 非常感謝你 然後後來2001年 你成立了石頭家族 我不聽話 我沒有加入石頭家族 你很生氣 你把我租出家門 沒有… 還好… 還好你沒有進來 好適合 我類似的石頭家族了 然後你的寬紅大量 又讓我回到了你身邊 然後接下來 我2006年又跑去北京發展 然後你看我一個人在北京 那個單打獨鬥 心疼我 從安徽錄安宜來北京看我 然後帶我去吃好的喝好的 然後非常謝謝你 然後最後 最後 三年前我從北京 2011年 我從北京回到台北 然後在演藝圈 然後都被人家消我不得志 我混不下去 然後從北京回到台北 然後你又在旁邊 給我加油鼓勵打氣 真的非常謝謝你 那 昨天為什麼會在那個錄音室巧遇 就是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了 也謝謝你知道 也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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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謝謝你這樣照顧我啊 給我鼓勵 然後我會好好在演藝圈表現 不要丟你的臉 很感謝你啦 因為啦啦是我們就是 當順哥助理 然後司機被罵得最慘的一個 來… 三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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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幫我們幫… 沒有錢買卡片 沒有錢買一個那個信封 對… 簡單幾句話是不是 親愛的順哥 先祝福您生日快樂 沒有您就沒有今日的我 人家說前將後浪推前浪 但請你別擔心 你有什麼不愉快的 或是不開心的人 你都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永遠當您的這個 最好的後盾 好 加油… 你自己也要加油… 你自己也要加油 來 OK… 二也起 因為順哥剛好就是最近要改名字 就是私底下我們都叫順哥二爺 但不是爺爺的爺 是這個 這爺的爺 因為我在家裡排行好了 小時候才叫你爺爺爺爺爺 好… 當順哥的徒弟真是太好了呢 俗語說得好 一日為師 終生為父 爸 恭喜你多了一個兒子 我希望你百年以後 不要忘記我那一段 真心 真心啊 不是遺產啊 真心 不是這一塊石頭 順哥 我愛你 來 這邊也有一個小徒弟嘉誠 嘉誠最近也變成了 因為他從我們在友台的一個 BBOX BBOX開始 然後他現在也變成了一個 友台另外一個節目外景主持人 是 其實這一切的一切 他們自己努力很多很多 我只是幫個小忙而已 好不好 嘉誠 來 嘉誠也有話要說 我也有 親愛的順哥 謝謝您帶我 進入這溫馨的石頭大家庭 2010年10月份 您的一句話 要不要來當我的助理幫我開車 你每一個都跳過的 對 因為我不喜歡開車 對啊 他喜歡指揮 這句話 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 因為您 讓我有幸站在小巨蛋這夢想的舞台 因為您 因為您 讓我鼓起勇氣 走進我未走進過的DVD專賣店 幫您動買愛情動作片 謝謝您一直以來的關心和照顧 未來 還要麻煩您多多照顧 我會繼續加油的 很多人都說我跟順哥很像 當他助理的時候 因為我的臉跟他一樣都是四方形 那其實在我心中 順哥也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另外一個爸爸 很感謝順哥一直以來的照顧 祝你生日快樂 加成祝你 謝謝 加油 開心喔 開心喔 你知道他們在錄音室幹嘛嗎 不是 對 很重要 心意 我們來看看人家是怎麼練團 好 好 7月19號是順哥的生日 今年是他的七十八壽嗎 十八壽 沒有啦 沒有啦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二 大家集合起來 來做一個有益的事情 對 幫他辦個紀念演唱會 不是啦 來 來練一首歌這樣 是 那待會兒要念哪一首歌呢 我們就練這個順哥 第一次出道 出專輯 第一張專輯裡面的手 我們說話 沒什麼話 叫做 而且我們這個耗盡了很大的信思 總共花了差不多快二十分鐘 把他練成功 我們要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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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練成功 手背失誤上蕾 手背失誤上蕾 相信我們表演完之後 他應該會慢 我聽到 大家好 我們是 鐵絲樂團 大家好 我們是 鐵絲樂團 鐵絲樂團 好 所以要為大家帶來一首 世界名曲 是 這首歌叫做 五言頭 台北 你頭的海岸頭 公公天台後 水泥 夜晚的風情頭 這我萬千早 有型頭 動不進了 尋覓 自己想來得獎 你的行李 我就記住一條條 你的可愛 你的勇鏢 讓我的新聞 月了月 有過的時間已經過頭 已經給你了月後 都會看我 只有一年月到一首唱 五間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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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三中也吵 五間頭 你到的客戶口 共同天安好 你的夜暗的風靜頭 就回我身旁走 一日 自己生在了好 你的行驚 我就比了了 你的愛 你的勇強 讓我的心運 過了了 有過的時間 已過老 已給你 壓過頭 過散發 日出一期電過條 心情笑我 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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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共同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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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婷 有沒有發現 他唱歌的時候有多過癮 對不對 其實這些弟子們 就是要讓你來唱歌開心 真的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 對 謝謝小姐 他們真的很有心 真的 這些小朋友他其實 他們本來就具備有他們 在演藝圈的那份能量 所以我才讓他們呢 跟在我身邊 一段時間也讓他們適應 然後他們現在就是 沒有 你就是不想用司機而已 真的 不過真的 看到他們我真的太開心了... 而且我現在真的 在這樣的一個生活模式裡面 擁有太多太多 太多美好了 我們還要再歡迎 因為我們還有祥之仙瑞 沒有... 還是下次好了 下次 真的 下次... 其實今天真的很開心 當他們跟我們講的時候 希望跟許孝勝 來一個驚喜的節目 我覺得什麼都是假的 有心最重要 所以我就很開心的 前面還想了很多主題 怎麼樣才讓他來 覺得不奇怪 對 然後你剛剛說 為什麼要跟三個四 我的四肢在一起 我嚇一跳耶 妳防備心這麼重啊 而且其實我們從昨天 就開始一直擔心了 因為我開了一個... 因為我那時候 我就想了這想法之後 我就開了一個群組 叫順哥生日快樂之驚喜 很長 後來昨天就傍晚 他就傳了一個簡訊 我去大吉祥 因為我們都去董事長那邊練 我在大吉祥練團是遇到順哥 我們所有人都很緊張 你不會破梗了吧 沒有... 我都沒有講 我跟順哥說沒有... 我來找吉董開會而已 今天我說 不能這樣寫 寫啦啊他就覺得會奇怪 一切都要秘密進行你知道 真的 太驚喜了 太開心了 謝謝小燕姐 真的 更謝謝是小鐵 買了那個禮物對不對 那個也很重要 這些小鐵給我很多 我們這個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 叫喜樂 喜樂 因為是音樂的樂 也可以叫做喜樂 平安喜樂的喜樂 平安喜樂 人活得簡單 簡單 簡單 在這家喜樂 對 簡單喜樂 太棒了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哈囉 哈囉 謝謝